超市就是我的家 有吃有喝还有拿 看看我家还挺大 你来肯定做得下 朋友们 把超市当食堂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河马干饭啊 这次我们找了一家更厉害的 是只开在上海的进口超市 奥勒奇 提供超多种类的全球风味美食 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叫世界食堂 今天我们就叫个跑腿来尝一尝 那为什么说他们家是世界食堂呢 大家看一看他们家的菜单啊 日式料理 越式料理 泰国菜 意式菜 法式菜 非常之多 就是我从没有见过一家超市 它卖这么多熟食 那今天咱们就点几个特色菜 一块来尝尝 哎 几个 这个可以点吗 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吗 点 都点 随便点 朋友们 满满一桌 一共是355块8 我觉得真的很壮观 因为它这个鸡也很大 猪也很大 就是它的每个size都很大 就很适合我们啊 那今天我们点的呢 主要是三个方向为主 第一个 因为奥勒奇是一家德国进口超市 我们就点了很多德式美味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点了一些南洋风情 越式的泰式的美味 还有一个呢 这个日本美味 那我们开车 怎么说 作为我们这种精致人士 是不是得先吃个餐前面包 哎呦 您不说我都快忘了 你看 回归了镜头之外的现实生活 你这个习惯就辣小了 对对对对 听见的 这个是他们店里面必买的德式纽结包 来点来点 来点来点来点 几个这个可以吃吗 吃 可以吃 都能吃 小面包哎 小泡芙 都给你拿 很香哎 很一般 就是香且一般嘛 给我的第一杆 不是很好 几个快赔偿我 哦 好啊 后面还有真正的大菜在等你呢 一个是德式柠檬蒜香迷迭风味烤鸡 德式啤酒海盐风味烤猪肘 这只鸡的肚子里并不是空空如也的 非常的嫩 它这个表皮上就那个柠檬的香味和迷迭香 混合起来的那种香气 会随着热力生肯 说实话 这个鸡腿有点干啊 就是嫩是已经很嫩了 大家吃这个鸡呢 完全不用费劲 但是干有点干 说不定它的精华都在身体里面 这块我觉得非常之完美啊 嗯 我现在手上这个部位非常好吃 我觉得这种风味的烤鸡 真的可能是这个外国人才会做成这样的料理 水果的酸和水果的香味 每一口都有柠檬香 这个柠檬香还挺神奇的 第二个大菜 德式啤酒海盐风味烤猪肘 说实话这种风味也不是我们中国人会做的 咱们做什么呢 红烧蹄胖 卤菜 或者是 这个皮 我刚才要给它单独的咬下来 咬不下来 What 这是外国特意做成这样的吗 我们中国人如果做猪肘 就必须讲究把那个皮 它要能够炖到烂而不化 一筷子下去 那个皮你能给它夹破了 但这个可能是因为是烤的 所以它外面收的比较紧 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外面的这个猪皮 充满了啤酒味 哇 这个肉撕开它的时候 有一种再打消消落的快乐 我刚刚以为那个啤酒味 只是在它的外表皮 没有想到这头猪油腻而外的都喝醉了 放点点还是这样 几个 那我吃了 吃 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吧 哎 不过有一说一啊 嗯 感觉这样在超市买的东西吃 可比我们之前去馆子吃可便宜多了 哦 是啊 省下来的钱 还可以618的时候冲一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618 光靠省可不够 还得有人给你贴 谁给我贴 当然是 拼多多百亿补贴啦 拼多多喜盈618 不仅有百亿补贴 更有限时狂洒大额超神券包 拼多多搜索81582 点击主页版的图 或者是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 就能直达百亿补贴活动会场 所有百亿补贴活动商品 乘用假一赔时 更有品质显双重保障 比如联想R9000P 拼多多只要7200出头 比某猫还要在便宜700哦 再比如石头扫地拖地机器人T7S 比其他评价的活动价还要在便宜300多 更厉害的是官网5999的iPhone 13 拼多多只要4000多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还不快去瞧瞧 剩下的钱还可以买一副苹果耳机哦 吃完德国菜来吃日本菜 一个是我们的大卷 一个是我们的鲜鱼 这个鲜鱼在日料店里面卖的都不便宜 来 大家先尝一尝 哇 这酱汁浓的 那哪里是我吃鲜鱼 简直是我跳进了一条鲜鱼缸啊 太甜了吧 是 就是外面很多日料店里面品质一样的鲜鱼 但是在这里呢 你可以用60块钱买到这样一整条 吞拿鱼照烧牛肉寿司大卷 搭配上寿司上面的酱汁 应该就是非常的美味 你看 你看那个几个真太逊了 才吃几个就醉了 不行了 开始到我们南洋风味了 越式虾仁春卷 泰式虾仁炒米粉 举摩蘸酱 其实它里面没有做什么调味 所以你单单吃它的话是很淡的 泰式虾仁炒粉 好吃 虽然粉有点厚 稍微有点硬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味 是我目前吃到的卷上最好的调味 这个粉也太硬了 就是今天吃的这些呢 都属于一般 我觉得60分到70分之间 是不是因为你吃不习惯这种风味呢 在异国人的眼里 他觉得可能就好吃 就美味 我的问题 我这先入为主了 就我以前都觉得 好像看视频的人都会白嫖 其实不是的是吧 我们观众 各个素质薄高 对呀 看完了要点赞 就还投币 你都拦不住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素质贼高的人 对 对 对吗 对 对 嗯 最后的小甜食啊 北海道风味超浓双层芝士蛋糕 完结实 哎 这芝士蛋糕看着很不错啊 各位啊 好 总的来说 是一个非常名副其实的 北海道双层芝士特浓风味的蛋糕 就这么你吃进去之后 它这个芝士味特别的浓郁 张嘴讲话的时候 我有一种舌头和我的口腔那臂 粘在一块的感觉 应该说这个芝士蛋糕 是目前最满足我期待的产品 测评结束 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厂 所以呢 我们也抱着很高的期待来 在实际测下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烤猪蹄 烤鰻鱼 还有芝士蛋糕比较好吃 其他的菜可能就真的比较普通 但无论大家爱不爱吃这些菜 618上拼多多是真的香啊 拼多多搜索81582 享受618百亿补贴折扣福利 别忘了